通关新魔女咒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就你还不知道吗 在地图左上角有一个倒计时数字 我们每进入一个地块 倒计时就会减一 当倒计时降低到复数时 我们面对的敌人就会开始获得增强 加大我们的挑战难度 所以一定要合理安排我们的前进路线 进入关卡后 没有特殊buff的情况下 只能移动到相邻的地块 并且移动之后 后面的一些格子就会消失 一旦确定是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安排前进路线时 需要考虑的一个地方 另外每个命途都有不同的命途收益 大家走格子的时候 也需要把这些考虑进去 关卡中每个格子都有不同的内容和机制 我们可以根据图标来进行分辨 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路线前进 底下这个就是每个图标代表的含义 需要的球猫们可以截图保存 目前环与黄灾之中有31个行者之道 每个行者之道都有对应的点亮条件 我们需要根据任务要求 在关卡探索中完成任务 才能激活相应的行者之道 所以在每次探索之前 我们最好看一下我们的行者之道任务是什么 之后在探索中有意识的去完成它 最后我再小小的推荐一下通关阵容 主C加负C加盾加奶 然后命途主要选记忆和存负 或者风饶增加我们的生存能力 因为虫子不免于冰冻 碰得越久我就活得越久 只要我活得够久 肯定是可以磨过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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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